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拥有圣罗兰龙婆鬼后 美誉的硬底子配奖女星罗兰的艳女时代 对今日观众而言,总是流露温润笑容 吐露智慧真言的罗兰 凭敬业精神与演艺实力赢得业界赞赏后被敬重 即使年于八旬仍在娱乐圈情力耕耘 不曾以老卖老持续与时俱进 展现令人向往的优雅晚年 时光盗回1960年代,五官立体眼神锐利的罗兰 堪称粤语语片不可或缺的反派恶女 与同位领光影业效力的银潭淑女丁盈 经常站在善恶天平的两端 丁盈有多纯粮多吞忍,罗兰就有多泼辣多嚣张 年轻时罗兰同胞坏表妹情妇无女恶气一类负面角色 尖酸磕薄破口大骂,虐待孩童实属常态 诈骗吸毒赌博,甚或诱人入罪害人性命也非罕见 屡屡作恶的结果就是因过于逼真 遭入戏胎生的观众当众辱骂 罗兰坦言年轻时为此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随着年岁渐长便转念想是演技受肯定 抱持我是演员就好好演戏的笃定 罗兰一路从误打误装的群戏演员衬托圣母女主的恶女绿叶 至港剧版《神雕侠侣》的《裘千尺恐怖片7月14阴阳路》系列中的龙婆 无论是举止粗俗的泼妇亦或造型丑陋的魔头 愈强愈强的罗兰总是兢兢业业的揣摩 以入戏而不强戏的配角姿态走出属于自己的主旋律 片场缺个丫头角色巨物看我扎着两条便造型好适合就叫我顶上 我从大厅经过老爷对我说叫小姐出来 我只应了一声哦就搞定 那次有十元酬劳回家后我都不敢说 哪知几日后那个巨物到我家找我说要联系 我妈知道后好激动不准我出门 本名卢燕音的罗兰回忆从影历程都是从这段丫头奇缘开始 1950年尚在读书16岁的罗兰 本只是和几个同学相约去看人拍戏 却因不够人屡屡被要求顶替上阵 先做灵迹后当灵眼 再因必须联系而东窗事发 在巨物的恳求与母亲的免与同意下 才得再次回到片场 乍听有些阴错阳差的缘起 其实源于罗兰较普通人具记忆点的容貌 罗兰的母亲来自印尼 早逝的父亲一属俊美 拥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的出身 造就他独特的轮廓 尽管思想传统的母亲曾痛斥 成人不成戏 成戏不成人 贪威事实浅精学懒 你就去作戏 这段话一指但凡入演戏这行 都是好炫耀雕石取巧与懒惰的游手好闲之辈 无奈罗兰家境拮据 且碍于年纪小英文能力欠家 很难找到足弓生计的工作 几番思索下 孝顺的罗兰指得向母亲摊牌 真的家穷需要钱 我向妈妈说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让我去拍戏 罗兰就此成为每次十元的特约演员 十元二十元慢慢累积的日子 罗兰过得甘之如银 无奈并非次次都能顺利拿到 有次累积过百片酬 前往索取时 对方只透过门缝递给他六十元 觉得是拿愁了而非乞讨的罗兰 当下不禁鼻子一酸 虽是打定主意好好拍戏 但入社会及时入染缸 竟有怀抱善意的工作伙伴体点 才得免于遭期被骗 罗兰回忆化妆师谢泽源的一名徒弟 见他单纯便好言告诫 下班后不要去喝早茶 不要跟人坐车去兜风 一是茶水中会被下药 一是会被再去偏僻处下手 他谨记两大不要外 还在有志同僚的鼓励下入读音砖 搭配音片场临近启德机场 未必飞机声而多于晚间七点开工 拍到天亮收工的优势 过着日上学夜拍戏的充实生活 黄老板也就是黄卓翰说我鼻高高眼大大 适合做反派作恶人 他说公司有当家花旦丁吟 想找我作恶人 由无名特约而有名演员的转折 发生在1960年 此时仍半工半读的罗兰 或专拍粤语片的领光影业主持者黄卓翰向重 与他签订三年基本演员合约 专职任欺负丁吟的坏女人 既得作恶就得有个足够匹配的艺名 此时使用的本名卢燕英 不似明星又气势不足 黄卓翰几番琢磨后提出罗兰二字 他进一步解释 上海许多阴阴厌厌常以某花为名 故多见蓝字 又此前有一名出色的反派女星罗兰 后嫁与明岛月峰为期 当时已吸引 黄卓翰说道 这位前辈演技很好 你如果向他一成就不得了了 附带一提 证明罗兰曾与李丽华严峻主演 《月峰编导》的 《新红楼梦》饰演王熙凤 舞台剧出身的她 是1940、1950年代公认的顶流反派 从卢燕英蜕变为罗兰 邓眼立嘴顿成荧幕日常 为帮助自己融入角色 演叛逆少女就去夜总会 学跳各种新潮舞蹈 演职业舞女就到舞厅 观察舞女的严行举止 演脱颖舞娘 赌毒成瘾的人 就去她们出没的地点探访 缺制装费就手工改造旧衣 以逢亮片等巧思变花样 作为演员 罗兰在导演期待 与自我要求下不停锻炼 成为观众既恨又赞的优质恶人 说到做坏 罗兰并不觉得名誉受损 反看作是一种使命 也就是观众在看她堕落的同时 一位反思女性在经济混沌时 被迫从事这些被贴负面标签工作的无助与无奈 罗兰不愧是个好演员 好看好用 应该是标准的绿叶 所演出的每一部戏都有一定的水准 她以配角的身份 在无意中真切的演技 抢去了主角的尽头 无疑是太难得了 也唯有罗兰才有如此的能耐 入领光三年 罗兰演技一获业界人士肯定 尽管与主角无缘 却是未戏增色的最佳调料 智月与影坛萧条 在转入电视圈演笑料短剧电视剧 类似赞赏始终伴随罗兰漫长而精彩的演艺生涯 直至2000年66岁的罗兰凭爆裂刑警荣因 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她展现累积的表演能量之余 却未陷入过去经典角色的形象 而是迸发出又一层的突破 对于人生 一如她引用朱自清短剧后的感悟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可以见到这么美丽的夕阳 好应该感恩 既是演员便好好演戏 既能活着便心怀感谢 粤语长片中的厄罗兰 实际已成人生里的圣罗兰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